今天是普洋路上,歡迎連環車購,一台銀石轎車先撞飛機車後 如果繼續往前開,結果又再撤到行政當中的轎車 再撞上停在路邊的轎車後失控兵車 好,在車禍當中的人員都只受到輕鬆 原來這條數的七十塊富人,因為撞到機車後太緊張,五大油門才會造成這項的意願 突如既來的銀石轎車為後面把機車撞下,路既室當中飛出去,在頭腳練幾個練 只看到銀石轎車繼續撞,先撞上行政當中的修轎車,如果公車並撞上路邊的牆壁 又還有車兩顆後,兵車在路面上 這連環車給當中,最先被撞到的路既室好夾在,又還可以撞起來,應該沒什麼要緊 不過現場實在是很慘慘,行政當中被撞車,後車太被撞爛 聽到路邊的車兩被撞進,車外萬把也被撞破 電動玩具那裡去撞到澳洲外,之後就... 我們看到的時候已經撞到這台,又撞起來了 這個牆壁? 割火的那個... 彈性的... 你說在頭前,百萬公斤撞到的嗎? 對對,撞到澳洲外,這是我聽到的 再來我看到的是,撞到這台後,後面翻起來 翻起來,再撞到這台... 這隻五台車,不久受到牽連 原來,調室外加速是一名七十歲的單身婦人 疑似是因為車速過近,撞上機車後 因為緊張,加冬仔,大聲幽默 這隻一連船又再撞到其他車了 就讓車到台的時候,調室外婦人已經自行北出車外 先確定只有輕鬆 但是,因為巴士有驚訝,比喪伊救抵 最近新聞,祝來信 各機器,採控破燈